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同国内外专家各大集团领导进行政策对话 范明正认为工业化转型是客观要求、战略性选择和头等优先 越南政府征集中完善相关法律体制改革 动用资源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、交通基础设施、防范气候变化基础设施等 范明正指出 革新近40年后,2023年,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约达4330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34位,是国际贸易规模最大的20个经济体之一 范明正总理相信,在胡志明市党部、政府、人民、企业以及国际友人的支持与合作之下 胡志明市建设成为文明、现代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城市这一目标将得以实现 胡志明市建设成为文明、现代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